那么刘先生的确在过去将近六年的时间里 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带到世界各处 当然也带到人心深处 我注意到在今年2019年的新年贺词当中 习近平总书记说 我们要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繁荣的世界而不屑努力 那么在这里他用了一个继续一词 那么继续一词我们该怎么理解 它是不是一种信心的体现 而这种信心就是来源于中国智慧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的确是这样 习近平总是在不同场合不断地强调和提倡 共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为这个不仅是个梦想 它实际上也是现实的需要 它也不是中国一家的人 是需要世界共同努力来向下而行 我还清楚地记得习近平当时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 它一开始就提出两个建议问题 第一 现在世界怎么了 世界向何处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它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它说我们现在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现在在哪里 未来要去哪里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它提出了一个中国方案 说要构建人类共同命运体 因为根据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 从威斯特法利亚公约360年前提出来 公平和主权平等这个概念以来 得到了世界上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国际实际是发展很快 160年前日内瓦公约 当时以及70年前 留后国宪账的当时 和60年前万能会议 所有这一切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但是现在中国和世界 也到了一个十个路口 如何在新的形式下 讨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显然对各国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于中国而言 中国古人就说过 以德为灵 以友为伴 王道荡荡 只有这样 才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 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仅仅是个口号 它有很多实际的 非常坚决 非常刻苦 非常耐劳的工作 才能够实现 正像谢人民总书记一再讲 现在国际上 各地发展不平衡 造成了很多的挑战 而中国挑战 需要各国人民共同努力 相向而行 共同实力 往一个方向走 这样才能够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为它也在一再说过理念 可以导致行动 而方向可以决定出路 我们的方向哪 最有重方向 就是要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不仅是中国人的愿望 也是全世界各国政府 各国人民的一个共同愿望 的确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理念 是愿景 更是一种价值观 它为思考人类未来的发展 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也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提供了一个理性的 可行的行动方案 非常重要的理论 是